浪姐4,完成了最后一轮公演《武功》的录制,姐姐们都使出浑身解数交出最好的舞台,得到现场观众的一致赞赏,纷纷表示武功是华丽和感动并存的视觉盛宴。 据现场观众爆料,武功的赛制依旧采取三轮PK制度,包括第一轮的1V比1PK,第二轮团队PK以及第三轮1比1比1PK。 第一轮1比1PK,是由三大联盟各派出两名成员,两两对战同唱一首歌,再由观众投票选出胜者。 首先出场的是Ember和曾可妮,他们表演的歌曲是《I'm not yours》。 现场观众回忆到,Ember和曾可妮的solo全程非常高能,舞蹈能力都是一绝,堪称两个舞王在PK,最后两人还爬上吊灯装置转圈,实在是太美了。 A-Ling和徐怀玉的PK则是抒情歌后的对决,表演的曲目是《不要再孤单》。 两位歌手演唱抒情歌的能力,毋庸置疑,直接唱哭在场观众。 最后一组则是支服TPU对战谢星,支服还现场来一段钢管舞,虽然出了一点小意外,但好在支服舞台经验丰富,展现了超强的危机处理能力。 来到第二轮的团队PK,最精彩的非谢娜联盟的《入化江南》,莫属,现场观众一致赞不绝口。 这一组的人员有谢娜,贾静文,朱朱,刘亚瑟,全员以旗袍登场,展现厄魔多姿的东方美人神韵。 制作组更是把江源源林搬到舞台上,整场表演如诗如画,令人陶醉。 值得一提的是,谢娜还表演了一段古针,据悉是她为了这场舞台特意去学的,而且表演得还不错,单凭这一点就足够令人佩服。 网友听说她表演古针,都纷纷赞扬她真正做到了,浪姐,精神,一直勇于突破自我,打脸黑粉。 另一组让人印象深刻的则是Ella联盟的《我要你好好的》,参与人员有Ella,龚琳娜,蔡绍芬,张嘉妮,曲颖。 这一组也是网友认为最感人的表演,一边唱的同时,一边在舞台背景回顾这一季以来的照片,气氛洋溢着温馨和不舍。 刚好当天是张嘉妮的生日,大家一起给张嘉妮一个惊喜,在自我介绍的最后,忽然改口喊张嘉妮生日快乐。 紧接着主持人齐思君就推着蛋糕过来,张嘉妮被队友的心意感动到落泪,Ella也进行了一番感性的发言, 让观众听了都忍不住想哭,然而这还不是最高潮的部分。 当晚徐怀玉对张嘉妮说让我眼里有光的就是你,然后两人感动相拥,还激动轻嘴。 只可惜这一幕,很大概率是不能在正片里播出的。 屏幕前的我们无缘看到,只能成为现场观众的专属回忆了。 Amber联盟派出美伊里牙、吉娜、刘希军、卢靖山、陈亦涵、孙岳表演、星光派对。 可惜这一组的表现不尽人意,甚至有传世吉娜拖了整组人的后腿,表演整体性不强,导致分数也不高。 最后是1比1比1的PK,也就是跨联盟合作秀。 三个联盟的代表分别是A-Link、谢娜联盟、芝福、Ella联盟以及Amber、Amber联盟。 据悉,三个人分别用三种风格来演绎这首歌曲,像是A-Link就挑战了嘻哈说唱,Amber尝试性赶风舞蹈,芝福则走帅气路线。 三个人都在突破自我,呈现给观众不一样的舞台。 《浪姐》系列节目一直都是全自动选秀,最后成团与否不代表着资源的分配,每一次的公演排名也就徒一乐呵。 它也并不是姐姐们真实人气和实力的反应。 在《浪姐4》四公舞台播出前,豆瓣平台有网友专门发起了一项关于姐姐们好恶度的投票活动,每位姐姐有四个选项可以进行投票,分别是超爱、好感、无感和无感。 这个投票活动也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,截至6月19日,25位姐姐的好恶度排名也正式出炉,整个结果可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。 好感度,超爱加好感,综合排名中,Ella、邱慈炫、龚琳娜三位姐姐排名前三,这个结果多多少少有些出人意料。 不过仔细复盘一下,三位姐姐在节目中的表现也配得上网友给予的这一份肯定和喜爱。 作为浪姐四的三大队长之一,Ella一人担任心灵导师、业务指导、主持人等多重身份、知福、龚琳娜、吴倩、张嘉妮等姐姐在她的带领下都发挥了各自的特长。 Ella很会调节团队的气氛,也懂得如何让大家各展所长,Ella队中每一个都成了发光体。 暖心的Ella也获得网友的一致肯定,个人好感度高达82%,在25位姐姐中排名第一,这也是对她默默付出的最好回馈。 来自韩国的邱慈炫姐姐,本以为会是节目主打的情怀牌,没想到她成了大家的开心果。 唱跳舞台留下诸多的表情包,每一次的采访也是经据评出。 别人是来成团的,邱慈炫是来传递快乐的。 邱慈炫最让人敬佩的地方,是对自己的能力有清醒的认知。 面对宝贵的成风创始人资格,邱慈炫直言自己不配拥有,因为自己是要脸面的。 就凭这一句话彻底打开了格局,也难怪她的好感度会排名第二。 公灵娜在《浪姐4》里很好地找准了自己的定位,台上是团队的最强辅助,台下是大家的知心大姐姐。 不争不抢的她反而释放出独特的魅力,也让人看到了《浪姐》,节目该有的精神内核。 公灵娜好感度排名第三,在意料之中,却又在情理之中。 同样给大家带来欢乐的蔡绍芬排名第四,来自日本的美伊里牙,不仅人气排名段层领先,网络的好感度排名也来到第五名。 这一次的乘风之旅,收获颇风。 Ember、朱朱、卢靖山等姐姐都是节目组力捧的对象,三次公演舞台人气排名都很靠前,也几乎提前锁定了出道位,但他们的好感度排名连前十名都没有进。 值得注意的是,谢娜在《浪姐4》中存在感非常强,每一次的公演舞台都是话题制造者,人气排名也居高不下。 但网友对此并不买账,谢娜的好感度排名直接垫底,看来网上的负面热搜对她的观众员影响非常大。 而从谢娜的四项投票数据来看,恶感这一选项高达61%,在所有的姐姐中排名第一。 这还是四公舞台播出前的投票统计,如果投票放在四公舞台播出后,相信谢娜的投票结果会更惨烈。 除了好感度排名值得重点关注外,25位姐姐的无感度排名也释放出不少的信号。 从排名的结果来看,吴优、孙岳、吉娜、徐怀玉、李莎明子、曾可妮、谢欣、卢靖山等姐姐排名靠前,大部分网友给她们投出了五感票。 吴优虽然在节目中也很卖力气,但总是差了一股劲儿,加上一直在谢娜的保护下惊险晋级,个人的存在感始终不是很强。 同样的道理,曾可妮也没有找到自己正确的打开方式,唱跳才能被埋没,浪姐四没有很好抓住翻盘的机会。 最可惜的是孙岳,本以为会是浪姐四撑门面的大姐大,结果四次公演过后,直接被打回原形, 舞台实力和个性魅力也完全与大姐大的身份不相匹配。 别的大姐大都能通过节目收割粉丝,而孙岳率尽碎了一地。 孙岳整个人在浪姐四中明显水土不服,所以节目组表现也很拎巴。 虽然孙岳玩得很开心,但是网友对她并没有感觉,大部分人投出五感票,孙岳基本上属于无效参赛。 李沙明子虽然是主场作战,但是并没有体现出一点东道主应有的优势, 唱跳业务能力在线,个人情商也非常高,但就是不出彩,不出圈。 究其原因,李沙明子个人特色不突出,观众始终记不住她。 唐诗益,朱洁静,刘佳,黎湘等舞者在芒果都混得风生水起,通过节目也给自己度了一层惊。 而同为舞者的谢星,在《浪姐4》中没有找好自己的定位,个人表现不是很接地气, 虽然舞蹈实力很强,但是观众缘始终很差。 谢星早早就解锁了成风创始人的资格,但是节目组颁发的这个手环也没能提升她的人气, 她也在武功舞台被淘汰出局,成为唯一一位拿到成团业入场券但依旧被滔天的姐姐。 看看观众对谢星投出的五感票,节目组放弃谢星也是明智的选择。